今天是9月7号,周六部开盘 周五晚间全球资产大跌 美股大跌,欧股大跌 包括一些大宗商品也在大跌 感觉一下子全球市场资本市场非常之的差 那这种情况下,A股也是下跌的 A股周五创了一个调整的新机 在这种行情下,A股下周会怎么走呢 会大跌吗 我们的A股靠什么来拯救它呢 这一轮下跌的原因其实很复杂 但是无外乎就是我前面讲的那几种 昨天晚上又看了一个数据 看了这个数据以后,我心里拔凉拔凉的 感觉这样下去的话,股民真的没希望了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我们就一些相关品种 以及就市场的问题做一个解读 讲之前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了有理的点赞加关注 大家知道我昨天看了什么吗 我告诉大家看了一些数据 看了后我心里都是什么,都是凉的 为什么 作为一个曾经的券商从业人士 因为我记得在以前的时候 这个券商就是在交流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市场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但是从这个数据来看啊,确实是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 昨天看了数据是什么样呢 中国到 目前为止就是持有股票的这个这个账户 还有就是在交易的账户加起来 大家知道还有多少吗 我说个数据 一个亿5000万4000万大决哪个是靠谱的呢 我昨天晚上看了以后 我觉得真的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 报错数据是什么4000多万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A股持仓的这些 这个账户只有4000多万的什么概念 曾经我们的上面不是说吗 我们的股民 开户数量达到了2个亿以上 2个多亿 我们的机民开户数量达到7个多亿 接近8个亿 那么接近8个亿的机民 2亿多的股民 你想想是吧 当然有些股民和机民是什么是交叉的 但是不过怎么样 我们就以全部的机民来算 接近8亿的机民 是吧 那现在还有多少机民 大家这个机民的数据 目前没有统计出来 但是持仓股票的数据 有些相关的一些行业已经统计出来了 4000多万 那么相比起高峰期的2个多亿 我不说2个多亿 我们就说了2个亿 2个亿到4000多万 大家看一下多少 几乎只有原来的1.5 说明什么 说明市场在这几年的下跌过程中 尤其是在这一年的下跌过程中 股民在大量的出逃 股民在大量的销户 股民在什么 在不断的把资金退出这个股市 那么原因是什么 亏钱 因为全球市场只有中国是吧 在跌跌跌在不涨 人家说是吧 涨上去了 我们跌 人家跌下去了 我们跌更多 你说这种市场 参与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股民的信心和什么 和这个失望的程度 应该是达到了历史的最佳了 至少我认为现在是非常悲观的 时候 那么在这种情绪下 A股能好起来吗 不说别的 就是我昨天有期视频 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一个基金经理的故事 对吧 我以前在券商的时候 认识了一些基金经理 人家那些基金经理在很多年前 就是在高峰期的时候 2018年 2019年 2020年的时候 那些高峰期的时候 那些所谓的基金经理 每天坐在办公室 动不动就是吗 动不动就喝杯茶聊聊天 对吧 但是你知道吧 他们的零星是几十万打底的 几十万打底的 最多的可能是超过8位数 你现在这么什么概念 躺着 就是每天在办公室里面喝喝茶 看看股市 他的 当然有时候 他也动手买一下股票 买一下这些基金 他在一年的收入 就是什么几百的 8 还也超过8位数的 那么这个钱是谁扣的 谁来的 还不是 基民股民交到用金 交到管理费吗 对不对 但是亏的钱谁买单 股民基民买单 所以从这些方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市场在 前几年确实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当然随着这两年自媒体不断的什么爆发 很多的一些所谓的行业 中业人士 包括一些所谓的金融专家 讲了市场的一些内幕的消息 那么我相信大家收到视频 现在都知道基金很多人现在不敢买了 很多在不停收回基金 就大家心里都明白 亏钱亏的是我的 你看基金经理躺在那里是吧 赚钱 甚至实现了财富自由 你看他拿我的钱去做空我的股票 甚至他拿我的钱去高位接盘 接了什么 接那些大股东的什么一个股票 你看他在高位 是吧 再卖出来亏钱 亏的钱是我的钱 但是基金公司赚了钱 大股东赚了钱 基金跟经理实现了财富自由 等等 这些东西都爆出来一下 通过自媒体爆出来以后 现在这个市场的股民失望 基民更失望 所以我们A股 大家翻译表一直下跌 一直下跌 为什么 没有做多的什么 没有做多的心思 没有做多的愿望了 大家都在做空 但都不愿意做多 你说怎么办 是不是好 我们回到这个方面 下跌的原因和一直什么起不来的原因 大家心里都明白 都清楚了 再加上美元要降息 全球市场现在也是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风声鹤唳的状态 也就是说 我们A股现在已经非常之危险 内忧外患 那在这种环境下 我们的市场 如果再不做出更巨大的改变的话 就会非常之危险 大家发现没有 以前我们的A股下跌的时候 有两个字 是吧 总是挂在嘴边 叫什么 旧市 对不对 旧市 那么大家发现没有 现在 感觉大家都不说旧市的 为什么不说旧市的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们高层换了一个招 这个招非常有效 什么招 大家记得吧 以前是什么 风险集中在哪里 风险集中在这个什么 在这个市场上面 但是后面 他把这个风险分化到每一个股民的喉上 所以他现在不怕你跌 不怕你大跌 也不怕你什么 爆仓 因为这个风险已经分化到每一个股民 或者每一个机民头上去了 所以这个风险就比较少了 说真的 我觉得这几年的政策 比如说转融通 线色股转融通 这些东西 确实是什么 确实是不利于我们的市场的 不利于我们的股民的 但是对整个资本市场来说 我觉得是 是什么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背后的原因咱们也不能讲 其实大家自己去去意想一下 就知道了 好 我们回到市场 在这种盘面下 我们的市场现在 靠什么能稳住 前段时间 高层只有一个招什么招 包括我们国交队只有一个招 拉银行 顶银行 实际的把银行拉住 实际的把银行顶住 但事实证明 这个招失效了 什么招 大家看银行涨涨涨 我们的五大行 创历史新高不停的涨 指数有没有稳住 A股有没有涨起来 没有 对不对 哪怕中国银行 像工创银行创历史新高的情况下 我们的市场也是没有稳住 还是没起来 那么在银行板块调整创 持续下行的状态下 A股终于什么撕开了什么下跌的顺目 再次创新低 新低 你看在周期里面 这几天 5天 这5天的时间 你看每天几乎多创新低 这种环境下 你说怎么做 股生来了也没折 是不是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 我们能做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创位 在整体资金不足的情况下 在股民信心缺失的情况下 在股民数量不断流出的情况下 A股想要起来是非常难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不要听信某一些所谓的博主 某些所谓的一些专家说 哎呀 A股在这个位置 越跌 越是大机会 越来大流逝 超级流逝 说这话的时候 我自己都想 我自己都感觉是吗 我自己都感觉不太靠谱 凭什么在这个位置会有超级大流逝 我觉得跌下来有反抽反弹 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们装作这节奏 博一个反抽反弹是很正常 但是想要说 在这个位置 人家超级大流逝的话 除非做出重大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的大股东泡线 是吧 直接给他 直接给他限制住了 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视频 是我们某一个金融专家 这个金融专家在全国 乃是在股票市场 还是非常出名的 也是什么 也是属于偏积极的 那一个所谓的专家 我觉得他讲的话 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他说什么 大家知道吗 他说 中国市场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 中国市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在于老板们的不作为 说白就是大股东们的不作为 什么意思 大股东们 现在都知道公司难做 对吧 企业难做 全球经济不好 这个是不真的事实 但是他可能初心是好的 什么意思 上市前的初心是好的 然后想来这里拿点钱 做大做强 把我的企业做好 但是上市以后 他发现了这里诱惑特别多 什么意思 他可以把手里面的股票套现出去 卖出去 换成真金本银 有人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他发现他干股 他干实业 干企业 可能干一年干十年干一辈子 都没有股票套现来的快 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套现走人 实现了财富自由 大家是不是他讲的有你 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少吗 我觉得不少 他很多 所以他说了这个东西 透露出什么信号 透露出了中国股票市场当中的 最大的漏洞 他说了一个问题 既然你来这里上市 就是好你有些股东是有一年的净售期 还有一些股东是三年净售期 大家去看一下相关消息 就是有一些就是什么 有一些的机构的话 他上市的时候 他只有一年净售期 那是控股股东 原始股东 他们一般有三年的净售期 对不对 但你记得吗 在去年爆出了一个经济事件 我跟大家讲过 经济事件 对不对 那么经济事件 他 他上市的当天就大量的卖出了股票 那么这股票什么 来自于大股东 其实说白就是来自于限售股 当然他是什么 当然他刚时是什么 是一个员工持股计划 限售期是一年 一年的限售期 他可以对吧 上市当天卖出去 什么语言 转融通 所以他说这个东西 本身就不合理 不合理原因在什么 你借限售限售 限售限售 那我就限制你 不要你卖出去 你这一年 我就这一年 你不能动 对不对 好 你大股东的话是三年 那么我限制你三年不能动 这个才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的限售股转融通 在这几年给这些资金 给这些市场 给这些大股东开的个缺口 他们套现已经习惯了 他们大量的在中国市场里面 是吧 在这里什么 在这里拿钱走 你说这个市场 会怎么样 好 这些东西我在前面都有讲过 所以说白了 就是我们市场现在问题 还是比较尖锐的 现在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非常关键 或者说危险的时候 那么靠谁来拯救我们的市场 说真的 银行板块 想要再再涨 拯救我们市场 我觉得不大可能 那么想要拯救市场 想要拉起来的话 必须要大家货 这大家货就是金融 中资头 白酒 黄地产 但是你现在看一下 哪一个有没问题 我们就说白酒 白酒这段时间表现是不是很差 是不是很差 一直跌一直跌 你看从9000 这里是什么 9000多点 2000年3年 2月份的时候 现在是5300多点 跌了近400点下来 4000点下来 4000点下来 你看跌了多少 有时候从去年到这 到现在这个位置 白酒整个行业跌了40多个点 4多点 个股跌多少 个股至少跌50个点 有些不只跌50个点 有些可能跌了六七十个点 对不对 损失产生吗 但是到目前来看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近底的信号 什么意思 这段时间 你看这个白酒又在什么 又在往下压了 前段时间大跌 这里又在往下压了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这个价格的不稳 然后在周末又爆出一个数据 飞天茅台的价格暂时破 暂时破跌了 暂时又往下压了 说真的 这个市场目前可以说是风声鹤唳 那么白酒价格的部门 自然而然影响它的股价 那白酒你说 在这里 它能够担任护盘的动作吗 可能它会有一个短期的抽跌反弹 我在前面讲过 中秋又来了 它可能短期可刺激一下 你哪一个抽跌反弹 只是反弹并不是反转 所以你要像它连续大涨 连续上涨 带起整个市场 你觉得可能吗 我觉得可能性很差 好 房地产 房地产利好特别多 那么房地产能够拯救市场 大家觉得吗 房地产的话 近期确实实有一个低位 我也告诉大家 这个位置可以考虑 博一个抽跌反弹 但是仅幸于抽跌反弹 房地产利好确实多 高层在补行的房地好 但是它房地好的目标 其实都只有一个 就是稳 就是维稳这个市场 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房地产跌了好几年了 在这个位置 它存在抽跌反弹的机会 但是审认它大涨暴涨 迎来以前那种什么高空期 你觉得还可能吗 一个最简单道理 我们的人口数据在下降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数据 就是上半年 中国的结婚登记人数是370多万对 370多万对 去年是400多万对 也就是说今年下降了百分之几十的速度 那么今年下降了明年 后年 有人会问了 为什么会出这种情况 这就不得不说我们现在中国 一个什么 一个市场的一个问题 高彩礼 高房价 高教育 高医疗 什么都是高 是吧 承受不了 工资普遍在三五千 那么你结得起婚吗 很多人都结不起婚 是吧 不说别的买个三斤 几个万几个大目标没有了吧 整个半个半个酒席 几个大目标 实在说大目标没了吗 然后还有什么车房等等 你说结的婚期吗 你五千块钱一个月 一年六万块钱 你不吃不喝六万块钱 结个婚至少几十万 你说你有钱结婚吗 所以这是摆在中国当下的一个真实的问题 不仅仅是结婚这个时候 那么结婚要生孩子 孩子教育费来本费什么费什么费 所以现在的这个是吧 居民生活压力太大了 那么随着这个人口是吧 结婚 人数的下降 那么总人口速度会下降 总人口下降的话 防止你说他价格能起来吗 还有就是前期我看过一个数据 中国的房地产 这个人均的面积已经在全球属前列了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虽然说是人口大国 但是我们房地产的建房的面积和速度 在前几年是全球几乎是排名第一的 那么现在我们很多地方 很多控制房 很多的一些所谓的鬼城 这个人明显的减少的情况下 很多的房子都没卖出去 我们的房人均面积已经是超标了 超过国际的平均值 而且还抽了很多 你说这个房地产能起来吗 是吧短期我觉得可能会有超标凡的 中长期难 好 把希望放在中枢头上面 希望放在国企上面 国企确实很强 很多国企是什么躺平赚钱的 就是 但是你要知道 国企它也有问题 国企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 什么问题 贪污问题 是吧 还有一些就是国企里面的 我不说 就是国企现在很多的一些变成家族式的企业了 是吧 爷爷在外公在外活在 你后来 父母在 甚至孩子也在 这样是还少吗 所以国企在这个问题里面也算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看一下中枝头 中枝头这段时间下跌 也是在调整 那么你现在靠中枝头拯救市场 也难了 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 我们中枝头是吗 我们中枝头其实它分化很厉害 就是我们那些核心资产 核心资产是什么 是比如说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这种的这种核心资产 但是银行板块已经涨高了 涨得非常高了 还有就是我们的中国移动 这种也是属于我们的核心资产 那么中国移动它们也涨高了 你不可能总是拉它吗 那还靠什么拉 当然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 我们的一些建筑行业 也属于我们中国的一些核心资产 比如说经过中国建筑这些 那么你觉得单独靠这些能够拯救市场吗 也难 而且我们的相关行业性向大跌的话 当然相比说像中国建筑这种行业 近期跌幅比较大 杀的比较厉害 它明显的是属于什么 属于一个市盈率非常低的 那么我们是可以考虑博弈跟中的 博弈跟中的这个没毛病 就是说中枝头的一些核心资产 我就在这里下跌的过程中 当然是可以跟中的 没有毛病 但是他想要什么 把整个市场拉起来 救起来也难 为什么 因为这些方向的人气并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市场人气最旺的 又是权重方向的 能够给市场信心的只有证券 但是大家看没有 证券在周五出现重磅利好的情况下 什么利好 证券不是重组了航母级券商吗 但事实证明 航母级券商也没能拯救A股 也把他打下来了 所以接下来市场很关键 就看证券能否出现强势的表现 作为能不能强势反暴放量反暴 你要拉起整个市场 进入一个大的状态 如果证券再没有希望 证券再不拉大盘的话 我相信市场底真的会什么 不断的满下压2635还真的会到 所以这个时候是非常关键的时候 那么能够让大家潜伏的 只有中资头里面的一些核心资产 而且还是低位的 以及证券里面的一些方向 这其他方向目前来说 多难看到希望 所以在操作上面 我觉得大家短期还是要特别的谨慎